这里蓝天 白云 碧树 空气非常好 这里水清 鱼肥 虾仙 很香 这里是花的世界 鸟的天堂 花还挺美 花还挺漂亮 没想到夏天这块的景色这么美 这里是能让你放慢脚步 感受自然的茶干湖 提起茶干湖 人们可能会联想到茶干湖的东补 传统而神秘的渔猎方式 冰湖藤鱼的盛景 以及冰封大地一派银庄素果的世界 那么如果您是夏天来到茶干湖 一定会感叹 原来夏天的茶干湖是这样一番景色 冬天的茶干湖到处都可以在冰面上撒野 但是现在的这里却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 烟波浩渺的湖面 茶干湖原名茶干泡 蒙语名为茶干奥尔 意思是白色圣洁的湖 茶干湖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的 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内 最大湖水面积307平方公里 是吉林省内最大 全国第七大天然淡水湖泊 茶干湖资源多种多样 特别是渔业资源 更是得天独厚 每年的春季开湖以后 传补都是茶干湖渔场的主要生产项目 不同于东部的神秘壮观 茶干湖的传补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张把头到茶干湖上去见识一下茶干湖的下股工作 好 我们马上就出去打鱼了 好 我就觉得大早清的这个起早确实挺难受的 这个起早对我们来说这都是习惯的 所以说很辛苦 但是我们起早不是辛苦的 习惯的 每天天不亮茶干湖的鱼工师傅们就迎着朝霞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我们南边方向的茫茫湖面上 鱼工师傅们凭着经验 摸黑也能准确地找到当天的作业区 咱们从这个湖里面把这网下完了 现在涛已经下完了 咱这网陆续地往岸边上来 咱们的船现在就是够起去搅的一个掏 就是往陆续地搅到岸边上来 然后最后它俩河龙以后 就是变成了以后咱们就开始出网 出网 最后的收获都在这网续地上呢 由于从1992年开始 茶干湖鱼场开始实行鱼场专有的养殖方针 以人工投放为主 自然增值为辅 每年的春秋两季投放鱼苗 让鱼苗在湖中自然生长 所以夏季的船捕工作 主要以茶干湖特产银鱼 白虾 以及小型鱼种为主 从早上的四点钟我们出发来船捕 到现在已经经过六个半小时了 经历了下网 脚网这两个步骤之后呢 现在是最后一步收网的时候了 我们已经能看见 茶干湖的特产小鱼鱼已经浮出水面了 而且远处欧鸟已经寻生而来 打算在这儿饱滩一顿了 这网中呢 还有很多欢蹦乱跳的活鱼 这种期待着收获的感觉是非常幸福的 起网的过程要持续一个多小时 网堵在水面以下暗潮汹涌 沉甸甸的满市收获 我看咱们这个网现在是两层是吧 这是下面那层 刚才那层已经收起来了 对 先头你看那层嘛 就是因为啥 高一层大洋往进去呢 咱们把大鱼兜上来 大鱼需要的咱们坐在那湖一出来就运回去了 不需要的小一点就放到湖里面自然生长 咱们所漏掉的就是咱们这个鱼鱼 跟虾米都在这湖里面 这些就都放了是吧 两方面 一方面是供应餐饮的一块 一方面咱们想把这个小型成鱼捞一捞 它这里的密度太大了 它增压增实力了 那夏天主要捞的就是这个小鱼和虾 对对对 这个小型成鱼鱼和虾米 所以说咱们主题还是以养为主夏季 夏季以养为主 船捕用两层网 是茶干湖特有的捕鱼方式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放 大鱼在上层除留下少量供应 都边参与需求以外 多余的全部放回湖中继续生长 东部是抓大放小 现在是抓小放大 这种捕捞方式既保证了 茶干湖东部特产胖头鱼 在明水期的长势 也保证了湖中渔业资源 呈良性循环发展 您看这一网有多少 这个咱们现在这个鱼鱼跟虾 那有一万多斤 现在这里有一万多斤 对对对 真的是冬天来茶干湖的时候吧 没什么感觉 因为那个茫茫冰原都是 到处都能走路 对对对 看不出来哪是水 但夏天就看得特别明显了 这一眼望不到边 像大海一样是吧 对对对 它总共面积有多大 咱们这个长湖的这个水的总面积 是500平方公里 哦500平方公里 对对对 前年的产量啊 在这个500万斤左右 咱们那个冬季都在300万斤以上吧 咱们冬季好运速 咱夏季两趟往 就为了餐饮这块 咱们每趟往才100万斤左右 就是小型乘以后 从湖上刚刚打捞出来的鱼 接下来就来到了分检加工车间 在这里各种鱼类要进行分类处理 急冻入库准备上市销售 赵经理我们这一天能处理多少 这个捕捞上来的鱼像 我们至少能处理一万斤 但是因为每天捕捞上来的量 它不是固定的 它跟出鱼量来的 有的时候捕捞几千斤 有的时候捕捞一万多斤 那我们那个主要的销售渠道是哪儿啊 我们线下的销售渠道 主要是以东北三省为主 华北这边多一些 然后我们线上的话 就是弊端给河马生鲜 包括天猫超市 本来生活这些生鲜电商平台供货 然后我们自己呢 也有自己的这个旗舰店 包括天猫京东拼多多 这些渠道都有在销售 卖的最好的是哪个品种 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这款 这个茶干湖大鱼鱼 我们茶干湖的一个客产 它比其他的淡水湖的鱼鱼要大很多 它的最小的尺寸要在八厘米以上 然后再有的话 它是我们茶干湖认证的一个有机的鱼 它是在茶干湖水域里面天然自然生产的 这个从品质上就非常好 它的胶原蛋白含量 它的钙质都含量得非常高 营养价值很高 然后它的脂肪又非常低 基本上看不到脂肪 然后它的全身都是可以食用的 它的表面是没有任何鳞也没有刺 它有一根软骨在里面 我们不仔细看的话可能看不到 但是在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感觉不到 也不需要处理内脏 那这个小虾呢 这个小虾就是 它的品种是秀丽白虾 是我们茶干湖在很多年前引进的一个品种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虾的产量也非常大 也在几百吨左右 然后它的特点呢 就一个就是它的皮 要比我们常见的和虾的皮要软 然后它的肉质相对来讲要更细腻一些 这个也是比较适合于补充营养的 您在这儿做多久了 做葱兰 那个他们开始捕捞野鱼和虾的时候 我们就来了 就开始了 那个一天的收入怎么样 一天收入七八十块钱吧 七八十块钱 辛苦吗 行 还行 你喜欢吃这个虾和鱼吗 喜欢呢 这是我们的特产呢 特产 你一般都怎么吃它呀 有炒吃的 就炒吃了 打酱吃了 打酱哪一种打酱啊 用它蒸酱什么的 高鸡蛋 这个小虾用鸡蛋来蒸酱是吧 挺好吃的 您会吃 这个酱 茶干湖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这里风多浪大 湖中所产的鱼虾 都是肉质紧实 味道鲜美 所以销路一直都不错 鱼特别新鲜 一般都是下午发货 早晨从鱼船上下来 经过人工挑选 然后急速冷冻几个小时之后 咱们就可以安排发货了 一般24小时近的地方 远一点的话 48小时差不多也能到了 高骨反馈之后 这个冰蛋到了家之后都没有化 然后就是挺满意的 我们也特别高兴 量好自然的生长环境 让茶干湖的鱼鱼 个儿大肉肥 只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就很美味 高温油炸快速锁住了鱼肉内的水分 最大限度的保持了银鱼的鲜美 银鱼炒蛋 让两种高蛋白美食完美融合 营养加倍 美味加倍 这个虾本身呢 它属于新鲜的虾 虾的身体自己比较好的话 它这须子就立起来 炸起来的话 会感觉特别好看 我先尝尝这个小虾 很酥脆 你就是 对 它的皮是会很酥很脆 就是没有一点 那个扎嘴的那种感觉 然后说实话肉质还有一点点 痰痰的感觉 尝尝这个银鱼 不太像吃鱼肉 这裹着面炸了之后 我觉得有点像炸面条很香 对 而且我们仔细看一眼 应该是找不到它里面的刺 但是它的营养呢 又是鱼当中呢比较高的 这个是银鱼煎蛋 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里面的银鱼不是特别明显了 就是不是纯的那个鸡蛋的香 然后呢是鱼肉和鸡蛋 煎好了之后的那种复合的香味 对 对 对 银鱼白虾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不过在茶干湖 特色美食可不仅仅只有这两种 俗话说得好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那么守着茶干湖 当地的鱼工师傅啊 肯定是有吃不完的鲜鱼了 冬天有东捕的鲜鱼 夏天呢有船捕的鲜鱼 一年四季吃不完的鲜鱼该怎么处理呢 当地的鱼工师傅啊 家家都有自己对于鲜鱼的保存方式和特殊的吃法 今天呢 鲍子就给大家展示展示 他们家对于鲜鱼的特殊保存方式和特殊的吃法 鲍子大名叫尹长龙 当地人都喜欢叫它鲍子 它在茶干湖经营着一家鱼家乐 生意一直都不错 茶干湖的大胖头鱼 然后这个是翘嘴红旗鱼 也是茶干湖的特产之一 然后今天咱们主作一下它 用我们家独厕的方法尝一尝 特殊的吃法咱今天怎么吃这鱼 特殊的吃法就是把身子和鱼尾 变成咱们家的特色 风干鱼 那白鱼呢 白鱼也是啊 咱们家的特殊的方法给它腌制好 做成咱们的腌制鱼 那腌制好的鱼是能放多久 这个高瓶箱的一动 可以也就是放五六个月没事 能放五六个月没事 但是它口感还好 冻一下它口感还好 它成蒜瓣肉 哦 皮你这么现煎这个还好吃 对 我们现在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接下来就要腌鱼了 这一盆呢是已经事先熬好的料水 其实我看啊 它那个配料挺简单的 对 就是葱 姜 蒜 有 八角 八角 花椒 花椒 哦 那这个呢 这一碗呢是从老爷子学来的 秘方 秘方就是它 哦 那这个配料 里边有很多很多样的东西 哦 它有十一种 这里面的这个醋味啊特别浓 我闻了之后我就觉得腮斑子都是酸的 口水就出来了 腌多久啊 嗯 一般的情况下在12个小时 一夜的光景就可以了 走到了 简单常见的配料 再加上自家的独特秘方 宝子家的腌鱼就有了特别的味道 宝子还和我们介绍说 在茶干湖 家家的腌鱼秘方都不一样 所以茶干湖的腌鱼可以说是百家百味 腌鱼是茶干湖的特色美食 把吃不完的鲜鱼腌制后保存或者晒成鱼干 让鱼有了不一样的风味 听宝子介绍说 每年的十月份和第二年的三四月份 鱼村里家家户户都挂满了鱼干 到处都能闻到腌鱼的特殊香味 鱼干要想变成美味是需要时间的酝酿和发酵的 所以宝子今天给我们找到了他们家已经做好的成品鱼干 对 那它应该怎么吃 这个食用的方法很多 可以蒸 可以烧烤 也可以蒸熟了凉拌 也可以油炸 很多种方法 然后今天咱们吃呢就是我给你做我最拿手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 蒸着吃 把腌制入味的鱼再晾晒成鱼干 吃的时候洗刷干净 用温水泡上半个小时 再放好佐料 大火蒸上个二十分钟左右 这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密制蒸鱼干 谢谢大家 好吃的再招包 想整就多来点 通过直播可以去真材实料地看到东西 上班族的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回来 只需要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做一道美食享受一番 然后呢还是反馈还是挺好的 一年的营业额也就是能够多赚取 两万到三万左右吧 还是一个挺可观的一个收入 对于我们来说 鱼杆里边呢就是基本上就是 饲养鱼 胖头 白莲 草鱼领的 茶干湖水质优良 让这里出产的鱼类产品品质优秀 从2003年开始 以茶干湖特产胖头鱼为代表的 十几个品种的鱼类产品 获得了国家有机食品认证 从冬天到夏天 从鲜鱼到冷冻鱼 再到腌制鱼鱼杆 茶干湖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当地的鱼产创造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高 而在茶干湖 有好环境带来好收益的不仅仅是鱼产 还有当地的旅游资源 清新的空气一眼望不到边的湿地 烟波浩渺的湖面 这里是吉林省重要的湿地保护区 鸟类生活的栖息地和中转地 有着丰富的鸟类资源 有野鸡 野鸭 大雁 灰鸥 天鹅 丹顶鹤等珍贵鸟类八十多种 2006年 茶干湖旅游风景区 正式被国家水利部批准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孙科长 我们现在能看见这些水面面积大概有多大 六十公顷 六十公顷 我看这里面有湿地 有芦苇荡 芦苇荡 最大片的都是 有多少种鸟类呢 我们现在我们养殖的有十多种 半养殖 半旧柱 半旧柱 我们现在养的有绿头鸭 还有燕鹅 这是咱们主养的种类 然后还有旧柱的天鹅 黑天鹅 还有白皮鹿 仓鹿 自从我们改变了生态结构 环境变化 环境好了 鸟多了 游客也多了 现在尝尝长虎一个名字 这次那次一集 我们有很多年轻松的 也许你和人家轻松的 也许是后来 我们有很多年轻松 我们有很多年轻松的 这次一集 有很多年轻松的 您从哪儿来呀 我们就是松原本地的 松原本地的 是常来吗 每年都会来 喜欢什么 黑天鹅 这好玩吗 好玩 你都看见什么了 鸭子还有鱼 从松原来的 就是到这溜达溜达 对 怎么样心情 挺好的 这多好啊 自由自在的 看他们自由 咱们心也愉快 是吧 一个花海 还有这个也要棒 就这个地方 照相了吗刚才 照了给妈妈照了很多 刚才发一个朋友圈 告诉我这是我和我妈妈 我们全家人 我爱人 我们全家人一起来的 所以是我们家的高光时刻 在湿地漫步喂鱼 看鸟 累了 眷了 还可以坐在竹筏上 榴莲鱼满堂荷花 竹筏清白 微风送来阵阵和香 这样的时光 真是让人倍感轻松惬意 感觉特别轻松 远离了城市喧嚣 这里感觉心情特别的放松 心情特别好 玩得非常高兴 这个竹筏船是我第一次坐 所以很喜欢 孩子放假 就连个过来玩 空气非常好 就是和大自然接触 感觉心情很好 连夜和甜甜 鱼系连夜间 如果在夏日你能来到茶干湖 坐在竹筏上 感受一下夏日的微风 看一看荷花 肯定会让你有一番别样的感受 茶干湖的水让人流连 茶干湖的花令人忘返 在茶干湖的北岸 还有着占地65公顷 由数十种鲜花组成的一片花海 清风吹来 鲜花摇曳生姿 让来到这里的游客仿佛之身 童话的世界 我从大庆赵园来 但是我的客户是哪都有 我的剩的店在大庆赵园 但是我的客户是东北三省 哪都有 您来茶干湖拍几年了 我来茶干湖拍三年了 您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拍荷花道 因为它这个位置 有花海 有公路 有一望无际的湖面 还有这个荷花拍一些古装的 感觉非常好看 客户选择多吗 可能选择拍摄场地的情况下 80%的客户都会选择在茶干湖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去看别我们朋友拍的花纳照 这挺好看的嘛 就觉得茶干湖挺美的 花也挺美的 花还挺漂亮 比我想要大多了 比我们看那个照片好多了 东部比较出名吧我感觉 然后没想到夏天这块的景色 有这么美 感觉这个花海特别美 拍出来 然后还有那个湖边 也特别好看 我们茶干湖经济开发区 为了落实好 习主席保护生态 和发展生态旅游 相当一张的重要指示精神 今年我们茶干湖 对周边的1200公顷的 领地进行了全面的指数 其中在垂直提升方面 和五维创建方面 第36个项目进行了独立打造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茶干湖 湿地保护这一块 这个玉龙湿地的建造 其中1500公顷的湿地面积 我们进行了810公顷的环石 种植了1000公顷的荷花 为我们游客打造了一个 更加美丽和更加生态的旅游胜利 同时我们对这个项目 估算今年会争取的游客 三至五万人 并且综合收入达到40万元 注度着景点的建造 为以后的茶碗湖 奠定了更好的生态基础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有这样一个感触 每天披星戴月迎着朝霞的 渔工师傅们 从来没觉得自己辛苦 的确成功是没有捷径的 财富是要靠勤劳和汗水来获得的 感谢收看本期的生财有道 我们下期再见